春节已经过完了 今天给大家现场实拍一下 我们河南农村最底层老人过完春节之后 看看有没有改变 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是子女的不孝 还是自己懒惰 还是现实残酷造成的呢 看看这样的一个农村老人 在你们当地有没有这样的生活 和我们这边是否一样呢 大家好 这里是三龙雷格 今天呢 用摄像机给大家现场实拍一下 记录一下 给所有的镜头 咱们去农村老年人家里边去看一看 走访 我现在呢 已经到达他这个大门口了 现在时间是中午的十点三十九 咱们看看他现在在家里边做什么事 干什么活 过完春节之后 看看他有没有改变呢 看到吗 院子都是非常非常的大 在我没有来他家里拍视频之前呢 刚刚他出了一下门 跟我说了一句话 太感动了 他想我了 好久没来了 好久没来了 因为过春节嘛 都是忙着走星期和朋友聚会来着 很少来他这里看他 所以说呢 今天咱们记录一下 看他是如何的生活 到底是怎么样子的 他现在在房间里边 房间里面和以前一样 就是有点小乱 是吧 朋友们 但是有一点小改善 他做饭呢 用这个炉子做饭了 那里呢 是买了一些煤球 他在这里呢 正在做一点小事 打动视频咱们都可以看得住 房间里面和以前差不多 以前差不多 电视打开着的 只可惜 他能看到 听不到 炉子上的水 也能开了 提醒一下他 过春节之前呢 我也经常给他拍视频 视频发布出去之后呢 很多的粉丝 讨论话题最多的就是 这位老年人 这位大爷 那个啥呢 难道没有子女吗 说实话哈 他有一个女儿 而且在过春节期间呢 也回来了 我也当时给他特意拍了一个视频 大家通过视频呢 咱们都可以看得出 他女儿已经结婚了 有两个孩子 一个儿子 一个女儿 大家通过视频 咱们都可以看得出 这个戴眼镜呢 这个女孩是他的女儿 是他的女儿 他女儿的女儿 这个穿大好的是他的女儿 是他的女儿 人是嫁到了那个江苏 嫁到江苏 只不过呢 特殊情况 又离婚了 离婚之后呢 也就是说 儿子和女儿都跟着他 压力也是比较的大 他就在江苏那边打工 我要问他了 我说你老爹年纪这么大了 我说你不会在那个什么 在我们县城找个活干嘛 顺便经常回来 看看你老爸 看看你老爹 是不是 他说了 他说 我们这边工资太低了 在江苏那边打工 工资还算可以 他一个月能够拿到 七八千块钱 在超市里面上班 也是比较辛苦 而且他的压力也是比较大 毕竟养两个孩子 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是不是朋友们 大通视频呢 咱们都可以看得出 他女儿比他的个子还要高 确实很好的一个两个孩子 儿子呢 也是比较的听话 当时我也说他 我说实在不行的话 实在不行的话 那个啥 来到我们县城 找个活吧 找个活 他说到了 他不行 他说现在压力也是比较大 毕竟两个孩子跟着他 离婚之后 两个孩子跟着他 所以说呢 只能找一个高工资的地方 能够把这个家给支撑起来 养活两个孩子嘛 所以说也是不容易 他女儿也是不容易 是不是 也是避不得已的事情 说到这里呢 肯定会有很多粉丝都会问到了 哎呀 他女儿真的是不孝须 不是说不孝须哈 确实话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 他的压力也是特别大 也很想照顾他老爹 但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是吧 朋友们 大家通视频 咱们都会看得出 家里边摆放的 也是比较的乱 说到这里 肯定会有粉丝又说到了 哎呀 太乱了 你们河南农村 太乱了 这个老年人 这个老大也太懒了 不是懒哈 我感觉 并不是软的原因 而是年龄大了 不想收拾太多 这一个床呢 就是他女儿以前在家里边 睡过的一张床 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是一个帘子 用帘子一搁起来就可以了 这是以前 所以说现在 女儿大了 也很少回家里边 大家看到的这些煤球呢 是他的女儿 给他买的 也特别多 以前给他拍摄视频的时候呢 他都是在外面做饭 下雪的时候 还在外面做呢 看着特别的心酸 但是现在呢 他有这个炉子了 可以在屋子里面做饭了 不那么冷了 所以说 也是比较不错吧 他这段中午可能还要 还要做一个 不错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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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饭吧 一会儿给大家现场实拍一下 确实有点小乱 朋友们 不要说 太脏了啊 其实还挺干净的 同时便咱们都可以看得出啊 炉子 炉子 炉的火很好 不能买 不一定让他做中午饭 不过今年的煤球 很贵 我们这边 差不多一块多一个 太贵了 他这块呢 已经做好饭了 再吃呢 锅里面还冒了烟呢 这次用这个炉子 做了饭 比以前在外面 做饭强很多了 这里屋里也不冷了 是吧 朋友们 咱们以前给他拍摄视频的时候 做饭呢 都是在外面 尤其是下雪的时候 看着是非常的心酸 是吧 朋友们 他吃的特别香 吃的是面条 食欲还挺好的 今年他是76岁了 76岁老人的 真实的生活 农民的生活 就是这个样子的 作为屏幕山的朋友 你们在你们村子里面 有没有这样子的 老年人的生活 和我们这边 有没有区别呢 他们的子女 和他们在一块吗 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 打在屏幕区吧 告诉大家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 简单的落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 点个免费关注 还想了解 更多的农业方们知识 请看我期待的视频 下个视频 比这个更精彩 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